照顾一下AE的上单 拿鳄鱼 你看 YCC说 你上一把已经发挥那么好了 这把让我行不行 让我 伊芙琳 如果不拿伊芙琳 给我寡妇 如果不拿伊芙琳的话 你上路肯定要被伊芙琳抓崩 主要是你拿鳄鱼 说不定对面要晃路打你 对对对 你看AE 我觉得龙女不错 你觉得呢 你自己看着办法 这个配音还可以 看下他们最后选什么 不是 这要随机了 一秒钟了 还是拿了寡妇 YCC最后还是说动了 你可以看到AE的表情非常郁闷 还说动了 你看MTZ点头了一下 对 得逞了 得逞了 当然对面是拿到鳄鱼 场场有点不开心 场场肯定不开心 就是现在的话 要么就让上单不开心 要么就让打也不开心 但伊芙琳的上路也是无所谓 反正你给我什么我都能玩 打鳄鱼 我什么去打 其实天使打鳄鱼还可以 AE会拿天使吗 上单 完全有可能 我觉得就AE的英雄池来说 打鳄鱼的关键就是你要用远程 近战基本就没有能打对 因为近战都是打不过一个 没有消耗 而且伤害有比较强的对 用远程的话 随便你拿什么都能打一打 还是拿龙女 YCC很坏的帮他锁了龙女 那就抗压了 抗压要不换线 而且如果可以换线的话 肯定是换线好最好 其实PE来说的话 他们上一把换线已经吃到甜头了 这一把可能还会选择换线 对 但他们日次蓝色宝 蓝色宝很少会 这边纳美市场可以用老鼠了吗 老鼠 这一把觉得没有宽森了 这场还是乐福了 然后要出无邀了 对 是你老鼠 其实老鼠的话 维恩 他可能怕对面换路 如果你换路 我拿了维恩我能发育 那还是拿到老鼠 老鼠其实也是没有卫宜的意思 没有卫宜归没有卫宜 他有个隐身 而且你这场没有巨魔这种 但有个伊布林 这场没巨魔 有巨龙可以喷他 但是没有巨魔 看一下辅助我也会拿手 如果拿个女毯老鼠就慌了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老鼠其实挺怕女毯 你在远地方 在那里开心的输出 然后一开到你这边 你给他打到上 而且老鼠就感觉 这个ADC里面是体型最肥胖的一个 特别容易被打到 最肥胖的一个 你把厄加特放在哪里 对 你把厄加特放在哪里 厄加特上不上场 我不算他ADC 你们觉得老鼠那个模型 就感觉相对来说长得挺胖的吗 其实他只是衣服穿得比较松垮 是 还是蛮瘦肉 还有发条 这场那美这有点惨 蜘蛛 这是什么情况 蜘蛛辅助 我觉得拿个莫干娜会好一点 这个也是 各种保护上面的莫干娜比较 而且你莫干娜如果打团 对方女毯的话 就是女毯旁边一个大指过来 就让莫干娜顺加一个盾 这个时候老鼠是不怕的 不过觉得牛头也是表现很不错的一个 莫干娜一个复制 而且莫干娜打驴坛 线上也不是灰 就感觉莫干娜是中前后期 对于这个队里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对 但是牛头的话可能就对线期 比较克制这边的一个名字 他有几次打团仗的时候 就是表现非常亮眼 什么Q起三个 然后把EDC顶回来那种 对 牛头 还是确定牛头 好 确定了 双方的阵容第二场 EDC拿了 那这边中单的乐夫兰 不知道他会打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中单的乐夫兰 我的感觉是 打这个发条 当然还不错 那这套阵容的话 他们会不会就是 感觉这种人还不太搭 因为老鼠比较持续输出的 乐夫兰这边是一个爆发型 而且这套阵容后期 是相对来说有点弱 反而是PE这边阵容的话 比较正统一点 正统的阵容 大招发条 只要团战大招大好的话 有点好打 但是你线上这里 如果没有取得优势 也是比较难 看伊夫林那边 看线上 看伊夫林前期带节奏 因为你线上 毕竟可能对方还强势一点 什么鳄鱼啊这种 线上还强势一点 看带节奏 对 而这边常常拿的盲 看这边这几个人 这边打野这鱼是 赢了一场以后 现在已经完完全全 放轻松了 有没有 晃起来了 摇摇吼吼吼 轻松都不行 对 刚才我记得讨论的时候 你说场长的瞎子一般 这次就要挣一个女毯 上一次有一次 他瞎子是 就到对面女毯 然后会睡晕 今天对面又是个女毯 场长要注意 千万别乱踢那个女毯 是的 那场好像真的是 场长的一个失误 断送的种局 就打欧名剧那场 对 踢到女毯身上 女毯回头一个晕 才能死 好 我们看到双方选手 都已经准备就细 马上进入 PE和EDG的第二场比赛 好了 观众比赛已经开始 蓝色军队方PE 而红色军队方 就是EDG 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了 这第二场比赛呢 其实我们还是少说一点 一一团 可能感觉像法师一样 说不定会影响到 整个比赛的走势 这边从这种方法来说的话 确实拿到了伊富林 但是 就感觉 场长这里 可能要制裁一下VCC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场长打RUNK的时候 相信他的盲僧 大家也经常会看 黑衣的这种 反正上路跟中路 前期都不算特别强嘛 但是他们这一套 是一个后期抱团很凶的 对 打团比较凶 对 前期得稳住 团战能力贼狠 团长好像都喜欢用这个皮肤 叫那个补刀大神什么 对 什么什么大神 那个皮肤有这种说法 说是他出Q的速度 比其他皮肤要快 这个吗 对 第一军还有30秒到达战 有这个说法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碾碎他们 他们有人说 那个至高之权 就觉得这个盲僧很灵活 因为很瘦肉 经常会有人传出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说法 对 但具体是什么 你也没法判断 我们未来战时 那个Q更远啊 这种 会在战士镜 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 因为感觉出手的速度 跟其他的模式不太一样 它是完完全全 跟别的不一样的 一个新的模式 不太习惯 对 一上来的话 召唤了一个站位 还算比较稳妥 一分半都没有碰到对方 EDT弱赏去巴黎 每一分不容有失 可惜刚才也是了 逆天宝记 逆天宝记 是的 还真爆发出来 你还别说你们这预测有点主 这个 这个是刚才那一局打完 它两个都在预测好 才写的吧 没有刚才也写的 刚才也写的 前面也写的上一局也有 想要逆天宝记 还真是给他逆天了 碰到 碰到 碰到这里还出了多兰盾 打掉一局的话 打这个 生那个一 但好像上手加的有点慢一点 两边都是一个 正常对线了 这场 对 正常对线 不过 开buff的顺序不太一样 这一波的话感觉常常 他是打算正常开 我还以为他这里放下路先上线 然后单人打完了以后 再去抓对面的红呢 我可能知道对方依旧有眼就不能抓 对 亏自己时间 CG制造的直播是 E的JoJo和来自EDG的厂长 叫我诺言 不要叫我厂长 诺厂长 中路消耗很伤 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 八条这个英雄 现在感觉对线很被赌 是的 他只能靠平A的一些消耗 等级起来之前的话比较尴尬 下路的话B这边已经先把线推进来了 对 压力不二 毕竟牛头不是一个强势的辅助 他打团的作用会更加好一点 找机会 从这里来 看一看 哇 你这不闪现 但速度稍微慢了 刚才是 什么情况 然后一个Q 但是这边 感觉好像不是最为连贯是吗 不是很连贯 对 稍微慢了一点 可能是卡 听一下你们可能是卡了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比赛不经常会在OB的时候 虽然一点点的这个 打出发条这个闪现之后发条就有点 有点危险了 其实下一波的话 虾子会直接闪现过来先用一技能解决的 是的 然后配合妖击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击杀 就冰线接下来发条 这个这个位置的冰线你都不能吃 嗯 这时候可能奥连纳回家也没有捕这个眼 上路的话龙女这边打鳄鱼 好像前期龙女实现还比较优势 打得不错啊 上路这里 对 其他都过来了 看这一波 我都还没被压太多 常见的帮鳄鱼 本来就有点 有点慢吧 鳄鱼这个龙女 感觉线控的也不错 补刀也不错 对 反正龙女只要把线前期控在靠近 自己这边就不是太危险 是的 这个位置的话不是很好杀 这个位置的话 龙女只要不上去补那个远程兵的话 还是挺难杀的 对 因为它这里可以藏在 卡在右边这里 对 因为位置Q不着 而且这个虾子从中路走了之后 其他几路也应该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对 这里想过来消耗一波 没什么意义 这里AE的技巧 小技巧做得很好 大家平时也要注意 打上路这里的时候 你补刀要看在右手 靠右边这里面 对 因为右边那个草丛现在的那个位置的话 其实是很难从草丛里面Q到这边这个位置 距离不太滚 右边那个草丛离这里是挺远 现在很难站在那个草里 自来 有机会 有机会 有余力一交了吗 有机会 有机会 还是在等他交技能 是的 再耗一遍 好了 掉血了 已经掉血了 这里有没有可能的 闪现的话 还能追一下 交我闪现了 闪现可以追啊 对闪现 可以追死 拿到医学 哇 这个的话 开局又是 帝有点优势 对 当然这边 常常也没闲着 反到对面加的野 可以再反个石头人 而且中路这波冰线 如果发条大意的话 也是会死 看发条这里大不大意了 就看发条敢不敢再往前走 他赶过河道一半 就一定会死 听到这波线好像想 自己来刷下野 发现眼睛没打 哎 他看到了 这就 这一下有点郁闷 很郁闷 对 本来这里还是很有机会带走发条的 是的 那这样眼再一放 初期又是 P这里转了一点 刚想直 哎 Q早了这一下 不过还好 打一套上来打一套 再点一套再点一套 这波耗血老鼠已经比较伤了 没办法 对 老鼠这个就是 前期也就这样 前面刚刚打完那局的时候 P前领队小兽 现W领队又发了一个微博 什么告诉你 P上路为什么不抗扬 除我没刷出来 除我没刷出来 但是我估计多半 我想象一下 多半和多半和草莓 应该是一样的 对 估计差不多 多半是一样的 哎呦 这里 YC这个初期的处理上 有点nice 不过还好牛头这里是有回血的 你看纳梅的血线 也是慢慢被抬了下 加上多蓝剑的这样一个洗血 哎 中路 这里有机会 发条有机会 强杀 哎 一脚没踢出来 这 再反杀 哇 这一下失误好 这个我们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这脚没踢出来 对 没 就没有A出来那一下好像 什么情况 本来觉得发条已经血了 对 下路这里纳梅有点危险 再交出闪线 哇 屁股来爆发出能量 看一下 看一下吗 哦 漂亮 哇 三比零的开局啊 三路开花 领先两千块钱 这真的是 把人逼到绝境了之后就会爆发出能量 是不是 这太扯了 我们一会要 要打脸了 我觉得其他两个队是不是也有可能爆发出这种能量 有点可怕 下路的女儿是打个优势 我觉得OMG看了这场比赛之后 就是 OMG现在去 一定会觉得要认真打了 他们就烧香了 不是 你们忘了OMG和P吃出同了吗 要好好打 我把 师兄我把功力借给你拥有 好的 然后传功给你 哇 你这么一种还真有可能 有点事 其实我们今天在那个 休息室里面研究职业选手的高科技装备 现在已经总结出什么微笑的口罩 还有草莓的水痘 对草莓的水痘 这种都是高科技物影 其实它里面都有纳分子计算机可以帮助他打 对 这一把是什么 过两天你们看到一些谷歌眼镜都随时体现全图 带有盒子功能 带有盒子功能 这把你看 lovec身上一直有这个加速的效果 就很帅 他这个怎么 bug bug 怎么这么残向 就背后长刺了一样 你不觉得 觉得他跑得很快吗 感觉上移动速度增加了 黑客帝国里面那种 这下 央击这个位置位量不好 被已经被耗了一套了 血量比较低 这里没办法 那这里这个红有点难守 不好说 这鳄鱼这个血线我觉得有点低 而且鳄鱼这里等级 搞不好要秒 还真假的 鳄鱼开大了 赶紧跑 这个人都大到3了 天哪 这个鳄鱼刚才这个血线就不该走 发条非常远的距离 扔了个球过来 你等会可以看一下那个球 对 从很远的距离慢慢飘过来拿到个人头 是的 而且这个伊夫琳这一把 这两把VCC打得有点好 对 是 中后这里一技能没有扔到 也是伤害不够 对 有点 有点奇怪 感觉也是 就针对了一下弄也喜欢用的英雄 对 让他两场不能打得非常顺 直接给大家 哇 这个老师只有5级 还好还好 还没死 这个隐身能不能 这卢线已经6级了 引到了 总算隐身成功 不过回头 扔了一下闪现 还差一枪 解锁了 有没有Q 跟不上 我自己要死 那这样还可以接受 WC说我要把气势打出来 对 杀了ADC 自己也死 不过还能接受 AD换AD 是的 而且大家都是双招换双 奥巴马这里还有个光盾 现在上路鳄鱼就难混了 直接被断鸣线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鳄鱼本来是想先出个天马 对了 现在这么一搞 就只能再补个陡风 天啊马上还出完 对啊 这就难打了 以后要听YCC的话 说了给我管 没问题 就一定要针对对方 一定要针对 这个针对还真不错 因为伊芙琳不仅帮了上路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对 因为打野第一集团三个英雄 相比其他 后面那几个的话 是好用很多 实力也强很多 还是跟你不同的人吧 我觉得诺言的风格是这个样子 诺言这三个英雄用的是特别的好的 对 我是感觉这三个现在比较值得真强 这场又是跟上一局差不多的开局 同样是经济比较领先 人头也领先非常多 对 现在经济领先三千十分钟 这是P吗 跟上一局差不多 爆发出能量的P你怕不上 把你们的面具撕下来 你看这不是 就黑了 你这个人真的 我打的真的是有点好今天 就感觉星星也打起来了 其实刚才第一场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是也在说吗 第二场PE也不能小看他们 因为第一场的星星打起来以后 对 最后他们关键是赢了 对 打招 这个大招 不过这里 哇不过来一个大 这里看看先杀谁 牛头把他顶走了 还好牛头 防护性比较强 血毛的处理很不错 刚才转了 对 对 好像是连减速都没减速到 好像是吧 对 减速都没减速到被躲了 对 中路的话现在发条补刀很理智 因为这里一直想支援 但是找不到机会 是的 如果你要跟发条比对刷的话 你的作用肯定没太大 对 发条还能刷刷F4 对 上路这里真的是已经 现在上路鳄鱼是很难和 已经领先一级了 很难混 阿鲁卡是压着这边 阿鲁卡是越打越好打 阿鱁卡是越打越好打 阿鱁卡是越打越好打 对 这个也很漂亮 打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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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关系 招的点燃 还想反打 老鼠过来有机会 大招 这边楼下有光盾的 漂亮 有光盾 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带走达7的 看一看下一个 没有技能 什么技能没有 牛头这里如果有个蓝WQ还行 卷毛刚才这一下先手打得很漂亮 不过这边跑过来发现小龙没了也是很难 发现小龙一丢 本来想很好下路打回优势以后我去拿个龙 结果没了 但是其实刚才在阵容搬PIC的时候我们就分析过就是越到后期 其实PE的阵容反而越好打 是 他们打团比较好打 对所以ETG在初期有劣势的情况之下现在有点尴尬 诶 还敢上 比阿鲁卡不强 有点凶 阿鲁卡其实不太需要 这要拉回来吗 这是啊 啊 闪大招换闪 P现在已经很明显打出自信了 刚才这种不是在你有自信的情况下不会这么敢 我太敢操作了 是的 不会这么敢这太凶了 现在已经完全不怕了 心态上现在真的是已经占据了 我一局领先你 对 可能你要说我是运气 但是我两局这样领先你了 我就打出自信了 哇这里 中路就真的是 一个QW 就真的感觉这几局里面就是 上中这两位老将承担起了PE的灵魂 其实这场一开局是每路都开花了 对 下路现在P也是成长 现在他继续刷的话 中路这妖姬很难混 是的 虽然妖姬主W也是刷 还能刷一下 但是 毕竟跟发条不是 再抢个蓝 看这里 网络应该挺了 诶 这里 船长又被秒掉 船长又被秒掉 这里 EU的话也没有什么作为 我发现女坦是不是诺言克星 对 真的是 而且你就诺言以后看到对面选女坦 可能都不会再选王森这个英雄了 直接先空到给个大招 你被空到死了 对 就算你再灵活 你好不容易 过来要推中 这一波的话妖姬守不住 对 这个中塔要掉了 如果下路不来人的话 但下路来人的话有点慢啊 这个塔已经 还要进去 这就要进去上 篮子很大 对 这边中路的塔直接被推 拆个塔 牛通再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白拆一个 鳄鱼被逼在这里 领先两级 上路一大波兵 鳄鱼吃不到 还要拼吗快走吧 而且知道中路的队友快过来了 好凶啊 路上还继续打 有点燃的 有点燃 再追一下方式可以杀的 是的 好像是有可能 但是还是能打赢 还是能打赢 还差一下 单杀 有点凶啊 但是自己 这里非一技能连住了 队友在 诶 下次劈死他 不过这里寡妇伤害也很高 哇 这个伊芙琳 看一下寡妇 打招 拉回来一个 秒掉 秒掉 哇 这场PE真的是把自信打出来了 还是不亏 这一波还是不亏 但是EDG现在很不好打了 这个阵容 后期本来就不好打了 他不只是不亏了 我说PE不亏 PE很赚了 这个阵容 这又能拿塔 对面已经没有收塔的那个 有点危险啊 这样打就其实 本来 EDG上路是 要靠线上打优势 然后打野也是要前期带节奏 对 中路也是要靠支援 然后现在前期被打成这个样子 说话现在感觉就是 EDG的气势已经很低了 如果这要再有点劣势的话 一会儿说不定就得投 因为这个阵容打后期 他们应该也知道 自己这个阵容后期 没什么能打的机会 很难打 对面这个阵容后期 这几个大招 随便怎么配合都可以配合 对 而且在这么顺的情况下 刚才也看到 容缩性很强了 对 我们QW一下伤害这么高 上来就是硬打 对 还好这里牛头可以撞走 好 反打 哎 这波的话交了一个闪现 这边卷芒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哦 来人了 四个人 没空了 Q Q到了 Q到了 漂亮 好的 这里是长达拿一个人头 踢走他 这波再把他踢在墙上 这波打得漂亮 好的 这波下路的干客很nice 对 而这边小龙的话 还有30秒刷新 小龙应该谁拿了吧 嗯 这波的下塔 下塔其实还没怎么摸到 这波一滴滴滴的 时间掌握非常好 八条寡不需要来一波配合吗 看一看要不要 上不上 这杯雪其实不多 有点自信的话就上了 是 这个时候 带人上去打一套 伤害很高 强杀完不仅拿了塔 而且对扣龙应该也比较好 是的 不过他们大概也不知道龙的刷新时间 这样的话也很难输 因为这里回家这个时间的话 瞎子过来估计龙来不及 是的 他们不知道那条龙什么时候死 知道的话这时候肯定瞎子不敢回家 我这波下路已经是把出息的腿 是稍微打回来一点 对 你说PE这么凶残 是不是用了差一板 哈哈哈 那绝对跟差一板有关系 我觉得也是 等会我送你一个 什么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你居然送了一个 敢不敢动 我不敢要 这波EDG虽然打了优势 但是并没有拿龙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所以刚才已经直接就回家了 但其实刚才那一波退完了以后 好像也没有转抬过去 对 PE拿龙以后就感觉大家五五开 而龙女这边13级傲视全场 已经是一个无敌的局面了感觉 对 167个刀 13级 这波牛头应该是没有大的吧 大 拿一下 再一个大 但闪现躲掉了 遇到一个闪现 两大换一闪 还不错 下路这里 哎感觉路纤有点被对方 追的打还好 这场口号是 我不只要拿一个MP 一拿就拿两个 然后这把MP 我们决定给伊夫琳 轮流顶塔拆了 这里是 都打算让路线抵抗它 对 这边防御塔要领先的有点 现在已经是领先三座了 狼女这边是不要拿上队塔放弃 让恶鱼打一会无所谓 所以俄虎这里要过来报团 拿这个二塔 对 诶 又吃饭 直接先飞起来 他看他放了眼 直接就往这儿飞 很果断阿姨 哇 场掌又是美色 又是死在日 女塔控制之手 这边连立下VTC 但是这个塔 感觉 牛头 又被留住 又被留住了 哎呀完了 开了大弹没有闪现了 这简直是 让你跑了一次 真的是气势已经完全不行了 没有想到他们拿了这种前期不强的这种打出了优势 这个如果高低被破掉的话就没有一点前期 留这里只能用自己来 但好像没什么蓝 走走走走 看完这两场 我觉得PE好可惜的是他们觉醒的太晚了 觉醒 觉醒 他们如果早点能这样打的话 感觉球进还是很不错的 好猛 看到伊布林就算了 还真秒不掉 看一下经济情况 几个C位都是领先了蛮多的 对 AD领先将近1000 尤其是AE是8000 对面才5600上单 嗯 因为下路的话 刀上是对面比较多一点 但是如先也是有人头 所以还好 团队经济他们真的是已经拿了非常多了 对 然后现在EDG已经有点震脚已经乱了感觉 对感觉 对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气势 没有气势的时候你怎么打都会出失误 对 他们现在就感觉 这什么情况 就可能平时两秒 一秒之内能做出操作 这时候说要两秒钟 然后就14秒 而且上路这里被一个龙女打成这样 Coro现在应该是很郁闷 14球 最主要是他们第一场可能心态还好一点 觉得我们这场是稍微随意一点 所以输了 没办法 但这场肯定是要认真了 对 但这场现在觉得又烈了 又烈了 是的 想前击打凶一点 这个装备的龙女一会打团 真的 就感觉拿她一点办法 是的 老鼠现在其实娜美的装备还行 对 她这边选择输的是个残暴 她两场的话 装备都还是不错的 她的这只残暴 感觉是把装备押在前击这边 靠装备能够有点优势上 对 因为她如果再憋大几片 再憋倒击的装备的话 对对面逼堂逼得很凶 她现在还想再赌一波团 对 现在PE是打的兴起 还是继续三路不停的推险 目前为止三个外塔就掉了一个下路 而且奥利安娜这里鞋都不出 直接帽子加大胜杯 这个如果真的打起团来 伤害有点弱 你还没说现在一击鞋真的没啥用 25点移速很弱 对 不像以前50点移速的时候 25点移速真的可以不出 而且她本身自己也有个加速的 现在是龙女追着鳄鱼打 鳄鱼真的是打不掉水 下路的线被带过来了 然后中路人开始往下路转 这一把说实话 达奇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几波都是她的这种控制接得不错 对 尤其是对场长的时候 对 就专制盲松手 对真的是专制盲松 其实大下路那波还空了 但是大盲松手就特别准 对 每次都是郑重攻击 因为她都是指导在直接放大 因为芒松的光头比较很明显 很厉害 哇这个伤害还能有点 哇这里要单吃吗 还好 好像还拼不过 啊 这波有点浪了 是的 寡妇这浪把自己浪死了 对 还好U这里直接过来支援 我这边也拿了个塔 寡妇太浪 寡妇为了搏一搏MVP 单杀对面的 本来已经赏给她了 这波失误还可以 单杀对面的 不过她现在伤害确实很高 而且伊芙林这里出了一个比尔吉沃特弯刀 对 这个单杀能力啊 那没可能等会儿 如果没有人保护她要被追着砍 而且伊芙林好像是身上没有武器的人 她的模型上面 她就是用腿踢的 对 用腿踢用手摸 她刺一把什么东西吧 又想抢 她对面有成绩 对 大梅现在十一级 还是跟上局一样 我就感觉要抓紧时间发育出来拯救世界了 大梅就是拼发育 是的 她发育能力确实很好 她这个英雄和上一局也是一样 团战一被激活就死了 对 对面英雄也差不多 有一个这种什么伊芙林 团战你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一个伊芙林 开始粘着你打 还有一个女毯 你也跑也跑不掉 U这边的发育的话也是比较慢 对 15级打13级 一直压两级来打 Coro真的是有点郁闷 还是在跟上 好 好像要背包 看一下龙女走不走 这是又要拿小龙 你还挺稳的 不着急 好又看到厂长了 要不要大 要不要大 厂长直接 有闪现的 眼都不排了 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不排了行不行 这个都不敢抢 反正女坦珠正在这些懂了 这个位置大家要记得 这个可以卡式脚壁 上面高级下的 对 没有事情 所以大家平时判断能不能卡式也 卡式也就知道 就你看不到别人 别人也应该也应该看不到 对 只要这里没眼 哎 就是要直了 丢 走掉 好 这里就让纳梅一个人但是一直在发育 这边直接做出了幽梦啊 纳梅 不是要打大龙吧 打大龙可是要出事的 他们已经标记了一下了 看到对面的眼 这是个机会 比的又是还没有大龙快速打死大龙的地方 对 而且现在时间还很早 打大龙有点慢 可能是为了做视野吧 因为卢仙刚才毕竟都没有来嘛 倒是可以选择在这种地方 放这一眼然后埋伏 因为纳坦的控牌是非常不错的 距离有非常远 我现在把下路线也带过去 哎 你好 发现了一个牛头 15级了 还要过去骚扰你一下 这个阿罗卡现在确实谁都不怕 我自己又有个破败 龙女马上一会就16 对 有点凶坦 真的 真的有点凶 现在龙女已经 在对面下各种游荡 闲听幸福 是的 这次会不会被抢也呢 手段会不会被抢 会不会被抢 哎 还是被抢 我觉得AE 什么都挺好 就是别打石头人了 对 他已经连续两天各种被对面抢石头人了 对 这边Corel的等级现在确实有点低 这种补发也补不起来啊 只能让纳美一个人去 看下纳美回家能更新出什么攻速鞋 他现在就 现在领先9000 对经济领先 发条这场都已经是做出水银鞋了 对 这边看样子是 还是要打打 反正只要是你打不次发条 他持续输出是非常高的 埋伏是比较好的 打针是不能乱打 他们现在有很多人会面对伊夫里 勒夫拉的时候选择出水鞋 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好 对 哇伤害很高 毕竟是中弹的勒夫拉 还是不行 打掉 打起一个大招又是长长 天呐 又迟到了 还好他这次能够跑掉 但是这里龙女突起来了 龙女现在状态非常的好 不错 不错 这波不错 发条刚才是不是空大了 还没大 这波老鼠的 老鼠大招 对 还打了非常多的伤害 之后还是 但是没什么用 没有实际的 闪现也没有打掉 这是关键 虽然说是把P所有人的血量 都打得比较残 下路有大波兵 诶 这里看看能不能抓到奥巴马 是的 主要刚才那波是寡妇被先收到 这里老鼠看看还在对人家野剧 不知道老鼠以后能不能抓 奥巴马上线了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被抓 对 还在我前推 真的是有点可怕 来了来了 奥巴马有死 他没有护盾呢 奥巴马有闪现 那也还是应该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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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比较没人靠 爆发很高 什么情况 他有闪现 看对拼了 还好 站着不动黑了已经 还是没办法 其实奥巴马刚才如果能够留一个 就再有一个技能就行了 用爆发才能打出来 所以主要老鼠你又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多好躲的 老鼠的女生跑过来这一套 你要说对女警什么闪现躲个Q啊 可能胜算大一点 是的 这一直狂A你也躲不了 所以他这不觉得感觉已经打不过了 这个闪现不交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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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PE就会顶不住 应该说 应该说达奇不能再把这个率直放在场上 他应该去大老鼠 而不是大场上 场上说 那个达奇说 不怪我啊 那个大招是自动指向的场上 场上光头实在太嫌疑了 对 刚才就是真的正中间就打到场上 也没有理由打他 其实刚才也秒不掉 对 打完了还要止过去 就感觉他一定要大这个场上 特别尴尬 像伊芙林要赶紧把蓝盾做出来 走出蓝盾就可以去贴对方的 比较墨迹的时间 是 墨迹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得体 那边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在这互相打钱 是的 要就跳过来打眼 但是他就飞不回去了 反正有鳄鱼这边保护一下 有大招回去 被龙打了一下 刚才没有人打到龙行 就鳄鱼烫了一下 是 八小时在刷法栓吗 应该是 狂刷不止 还是说的水隐形 对 法栓杖已经有了 天哪 钢来 这个发育也是非常不错 对 这个打团龙女和法条 只要大招配合好一点点 对面就 一下就全死 对 奥利安娜现在的伤害 实在是太高了 寡妇不是被别人掀手 而是掀手别人 感觉P打团这样就很难输 现在好像还想 还想打算 就继续放伊芙林去 把蓝盾刷出来 伊芙林一直在刷 他的蓝盾其实不重要 现在无所谓 他可能想进去以后 配合了大招进行双减速吧 这样呢 可能后手龙女加奥利安娜的大招 还会比较好接一点 外面有眼啊 明显排掉眼的时候就开始打 这个是有可能被蝦子抢的 蝦子在这个位置抢 蝦子在这个位置抢 蝦条现在还没过来 看抢不抢 要抢的 在这里 又大空了 又指导了场场 直接扑上来 要先秒了U 要先秒了U U死不死 闪天上去给了点燃 应该死了 这里虽然龙打了半天 但是目标不是龙 而是杀人 对 最风之一不带酒 但老鼠这边侧边叔叔 也是非常不错 诶 又没死 龙女追了他半个地球 刚才是不是追错人了 他是不是追了那个镜像 我没看清楚 有可能 他可能追错了吧 他是不是点燃交给镜像 我都想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有点 不然刚才那个点燃已经接上去了 对 阿兰卡现在的位置好像也要被爆抄了 他看这里一旦死了的话 这波还搞不好会死大了 那倒不会 因为啾啾现在这个大招还捏在身上 一会我们得回放一下 他是不是追错人 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边过来守一守 他们打的那个时候 发条不在主要是 对 发条的这个伤害 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这波过的时候 就已经被老鼠狂打了半天了 这波打得很灵活 就EDG都没有死人 送到对面1000块的优势 但是还好 这个一会我们一定要看看 是不是会把点燃给到镜像身上 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抓一下这种东西 但也是优的操作机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优先控制自己镜像先动 然后人再动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版本 勒芙兰已经更改过了 就是他的镜像 会在出来的一瞬间自动往前走 就不动的那个肯定 肯定是真人 一会看看 有没有 如果还很激烈 还要打 伤害还很高的 伤害还很高的 一连错人了 连到手而已 还好 如果连到他的话 他可能就死了 有闪现了 回放呢 我们好想看 回放看看勒芙兰 为什么回活下来 对 上台已经被拆了 那这只小龙 一定要拿下 不错 不错 这边抓一手 算了 纳美这里的一个反应还是很迅速的 难道真的没有回放吗 我发现你好像一直在等回放 再来一次吗 这里也有点 还好人多 拆起来快 这个大龙是不能再打了 他们为什么老是想去打大龙呢 他们刚才那个感觉就是 边打 然后边等你人来 想打人了 看到人就直接冲上去了 但是发跳不在 是的 这个 好回家了 可以了啊 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点人的归属了 虽然说P你优势 但是每次大龙出现的视野 情理低级都做得非常不错 对 他们还是一如借往的疯狂打起 可能也是由于妖姬比较好做视野的这个原因 这场会不会出现妖姬偷积地的情况 但这场就是中单 中单妖姬可能 偷胎比较快 是的 但是没有巫妖和和辅助的妖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不过AP能转换成一点点的伤害 也是有一定的特点 你说那个法术之刃吗 不是 AP 打建筑物的话会增加 这三分之一还多少 我忘了 一点点 那个有点少 那还行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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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别打打了 比这谁在想什么 还在这大龙这里 应该是想的 而且这边的话感觉 他们一直想偷也偷不掉的 没得偷 对面五个全火怎么能偷 对面每次都是炎做得非常好 想埋伏也很忙 是的 把乐佛兰这里也是三件套了 现在这个乐佛兰的爆发还是蛮高的 其实对 又终于是把自己的装备刷起来了 现在他们还不如利用寡妇 强行开一波老鼠 想止没有止到 开不起团啊 现在被EDG这样拖下去的话 其实PE是蛮郁闷的 寡妇如果绕到老鼠身边交为大的话 老鼠一定要将闪现 一波打不死 再来一波老鼠就死了 这样打其实还是唯一 因为老鼠他有些时候也是一个人在走 还是没止到 还是没止到 场上招你了 英灵这个开团其实不太好开起来 正在藏在边上 对 他可能找不到很好的机会能绕后 是的 又进入了僵持期 对面一直缩了再打 这个经济上双方体育差不多 一直没有谁就谁就一直 一个眼 插出三个人 就告诉你我站在潮底 对 就告诉你我站在潮底 你在指我呀 我要表演不被你指的 对 你在指我呀 这两遍 来了来了 没知道 要不要大 要不要大 真的要大了 直接给大了 又晕到了 但是 墨炎跑了 对 常常找到了这个游戏的诀窍 就是对面的女坦一定会大我的 骗你大 我先把她大骗掉 我们再说 这没大吧 发酵 没打算打他 没打算打他 他已经发现了 老鼠的位置好像不太好 老鼠就死 但是不知道被看到了没有 老鼠这里十七级 他不知道老鼠在哪 其实他们应该把重心放到老鼠上 寡妇一个人偷偷摸摸的 配合另外任何一个人 因为现在他们叔叔有很高的就是老鼠 这里不管上针 好像鳄鱼交掉了闪现去黏这个 好吧 没有黏到 还晕到的话 应该是秒了 对 好嘛 这里也是双张都没交 这波感觉 coro打的有点急 是的 哎 这波有机会 非常危险 已经血量没打残了 可以选择打这个龙女 交了一个护盾 在龙女这里的话 看看怎么打 伤害有点 好比较好 哇这个大招 这个大 大了三个人 八条和龙女的大招 瞬间配合 这边秒掉一个辅助 老鼠输出这位置不错 发小闪性过去把这个龙 哎 老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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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杀一个 这里阿多卡能不能抓到 反身打吧 打击个WC 打击个YCC 应该就可以杀了 看纳梅 看纳梅 纳梅死掉的 这里有点伤啊 还想救一下这个龙女 这里纳梅好像有点危险 看纳梅这里 能不能绕过来点到他们 其实挺难的 这里说不定还被一个阻打死 对 小心点吧 回身一个QW 那这波EDG已经打得很好了 三换二吧 对 三换 刚才虽然看到龙女配合 发起来的大招 瞬间爆发很高 但是还是没打 刚才女坦没大的 刚才主要是纳梅 一直没有人管 对 而且刚才奥连奈那个大招 拉的虽然说很漂亮 是拉掉了这边的乐福兰 但是毕竟对方双C位 看一下 首先就是龙虾被打残了 对 然后已经不太好输出了 剩下龙女就只能在那白扛伤害 龙女过来打U 不过龙女这一波卖的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因为可能是啾啾是说 你卖你卖 我给你大招 但这枚打击没有大招的 哇 拉到三本人其实秒掉了 天哪 而这里纳梅的出现关键 这里其实Live C已经可以不用再上了 有点拼 这个还是挺拼的 闪现过去杀给牛头 如果说闪现过去自己死了 纳梅一个W人歪了 对 这里回头再打的话 纳梅现在还有一个破败 YCC这里是完全跑不掉 那就只能卖掉一个稍微脆一点 对 P美美在大龙这里做事宜 人头又被扳平了 就PE每次在大龙这里想要利用视野做点东西 或者想在这里打大龙的时候总会 PE总是在大龙这里跟对手纠缠 然后纠缠就出问题 而且虽然他们团长很强 但每次都是插点东西 要么就是插个人 要么就插进 这里YCC直接交大招想留这个肉夫兰 但没有留到 那就没理由都在大龙这里做视野 其实这种时候你都不用管大龙视野 经济有优势的情况下就是推塔就完事 找对方打团 他们可能也是想用这个找对方打团 YCC这个守塔能力的话守不住 这边PE的话是有破败的 想通了想通了 PE有发条的破格 对 这里就直接推进去的话是能推进去 他们开始优势那么大的时候 这一波这一波 黄鱼塔要被直接点掉了 一旦掉了的话 一旦掉了就麻烦了 想杀 又想杀人 有点机会 但这一波的话 如果再摸一下 把那个塔先摸掉就赢了 而且这一波看一下 血量都还不错的 鳄鱼的大招招掉了 而且鳄鱼现在必须回家补给 那这多塔的话很难守 就点一下这个塔就过了 对 随便给个人护盾 好点掉了 那这边水晶能不能守住呢 这PE就是 鳄鱼出来满路 但也没什么用 因为他没大 吓走了 又直到了长长 看龙女大招 看龙女大招 有点去 白cc这里 伤害有点 大一下拉回了 还没死 但是还就一次去 那没这里很危险 看那没 龙女正在近身打他 对 没打死 但是 那卢西安这边是 首个节奏 有这里想过来 想换 换掉了 换的漂亮 这一波如果不换的话 感觉真的要被移布 不过这里的话 鳄鱼 鳄鱼刚才两段翼 可以往后面稍微走一下 等都不来 这里说不定还能追死呢 说不定还能追死 加恩威士跑得很快 下一个WR的话 能跳死一个 WR能跳死 好 一个 还能再杀一个 还能再杀一个 这里逃不掉 我觉得女坦不该回头了 WCD已经好了 这肯定死了 这没得逃 其实他不回头也一定死 因为妖姬的技能CD肯定是 但是人家是五速鞋 只能等下一个R 下一个R 五速鞋也逃不掉 下一个R肯定准一次逃 就躲一下技能 哎呀 急什么嘛 短了一点 打断他五速鞋的效果 死了 这个五速鞋还确实能跑 直接打了一波A死 刚才杀卢西安 刚才杀卢西安 确实太关键了 很关键很关键 如果他一直跑的话 很有可能卢西安回头 就把鳄鱼打掉以后 水晶就被剥了 他被卢西安杀掉的话 那就完蛋了 但是其实这里都打完了 好 我们先撒一下 先看看这个 和后短 和后短 反正先杀场场 不管怎么样 反正先杀场场场 打起指那里 然后指到盲森了 这个 这个发条大招很漂亮 有这里直接被打成了残血 纳美这里其实造成了一个 沉盾的伤害 对 好 杀掉 感觉路仙有点急了 然后看一下路仙这里 是被对面反杀 右边 他这个时候不去打那个就好了 哦 这里那一下没出来 而且他是想用Q来打 他如果A的话有机会 他普攻的话一定A死 对 他用Q那一下是没有打出来 但是这边下路又打起团了 阿鲁哈觉得有点尴尬 不过U这里是被秒了 阿鲁哈没有死 WC但是已经死了 来 YCC 有没有机会 一换一 鱼坛是前面死的 这波打大龙不太好打 还是不打了吧 不好输 不太好打 这里想过来打一下这个蓝 蓝可以让 纳美现在有了无尽 纳美现在装备有点好 团战里面的伤害非常的冲突 哦呦 要闪现踢吗 扩德摸眼了已经 已经摸不了眼了 对 这里发条其实是可以大的 诶 就是大了一个牛头 这个发条大大了慢 刚才如果大场场 场场就死了 场场刚才没有大招啊 所以这里踢不了他 但现在的话 一步踢过正面打团 只要还推到对面高地上 还是能打一 因为他们打团就比对面比较大 好 好 纳美这里想干嘛 好 现在阴不到谁 过去看一眼 船长下路去打这个小龙去呢 揍露一条龙 缓解积极的压力 对 积极其实也不差太多 6000块钱 在40分钟的时候 6000块钱还可以 都算什么了 对 而两支队伍 这两场比赛打的时间 都有点久啊 感觉都无处一折 对 就复刻版了 还要追 诶 这个闪现 他是闪现摸眼 踢 是要这么想的吗 他刚才Q已经挂上了 为何交闪现呢 两个场场操作有点 懵了 懵了对 刚才他追的是女坦对吧 对 可以理解 人在愤怒的时候 做出来的动 这女坦太可恨 对太可恨了 就明明不敢杀我 不要问我为什么 竹竹的AD 竹竹的AD都这么肥 对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个集锦 我觉得这周的集锦 可以做成这个女坦 究竟是如何来针对场场 现在PE还是很聪明 对 就是一波推 又是上路 这一波看一下 带线一波推 其实他们早这么带线推进去了 开始就不会这么能打了 也不会出这么多问题了 放了个得来的 高地下面守塔 EDG这个阵容 他们没有破口能力清除 根本守不住 是的 只能是硬打团 是本来对面也不好 跟你们打团 然后又不开好手 发条这边就可以利用球来不断的消耗 对 我这里要小心啊 油跳过来来了一套 先打了周周一半 半血 这里推 感觉又推不下来了 一旦C位被打成了半血 PE的选择就是撤退 如果AD被打的话 还能去打打野戏下去 对 所以AP好像就没什么 没什么办法 也是缺个沉默 或者是指向性的晕手 不然它能克制一下标击 或者就是女坦 预判性的乱意 在妖姬过来的时候 突然间正好遇到 哎 这个乱意 阿洛卡又打野 你看 你不要 都被抢了 别人在的时候就别打野了 阿洛卡的定义是百分百倍抢野 还好他是上单不是打野的是吧 他是打野的 这真的完了 又打又打 对面 对面的人都在啊 不过老鼠没时间赶过来 好像他会被抢 就看场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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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还是出来要打 哎 又是一道的场长 他直接摸走 打几百秒 哇 新大招没开出来 没打招去回去 白打了一波团 还要打空要上吗 老鼠已经到了 哇 闪现QQ两个人 哇 这波感觉PE要亏啊 老鼠在那边 后面疯狂的输出 QQ的打招也放歪了 只拉到Koro一个人 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打大龙 帅 这个大龙B团 把自己丢 阿洛卡 这 还好跑得快 又打了一波零换二 每次都是在大龙 但大龙丢了吧 这个打吗 出了很多事情 打吧我觉得 肯定丢 这个又是四十多分钟 让别人可以 一波能打下来的时候 对 这PE 以后一条对归 就是不能打大龙 这个大龙打的真的不容易 而且他刚才大龙都快打掉了 他又怕被抢 对 又过来找你打 你打掉也是回事 其实四十多分钟 说不定你也不会被抢 你打的大人也很快了 你打得很快就执着一点 对 现在经济上面 虽然还是PE领先 但是又和上一把的局面是一样的了 就是PE 经济领先 但是一滴就有大龙Buff 不过可能他们刚才也不知道老鼠不赞 要不然就直接打了 对 可能就觉得只是 求闻求闻 你也是在 对 这个又打了一套 这里有点危险 直接被打成了半血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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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妖姬还是比较难抓 除了女产战这个 妖姬这里也是拼了呀 直接做了明火 我刚才以为他里面想出去想要和中亚的 结果做了明火 他是想跳过来一套先秒的ADC 因为ADC还没有比较 对 他现在一个W明火再加QR的二连的话 是有可能打着ADC五分之四的 大概还差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在应该 猜一下这场比赛 是不是跟上一场比赛结束的时间一模一样 我在想会不会 好像很有可能一样 会不会都还要换家我跟你说 是 这场如果GE要赢 那必须是上来先秒的老鼠和妖姬其中一个 对 哎呀哎呀哎呀 这路现在被抓了 也速到就死了 但是队友在 跑掉了 刚才这一发暴击打了他这么多血 刚才纳美估计是不知道对方是回程还有多久 有点急了 如果再贴近一点A的话 他还有个破败 我想哪有一个暴击掉这么多血 其实很多集警里面 就是那种AD互打的时候 就看谁运气好 出暴击多 这种时候你暴一刀 说不定对面就是半血 根本就无力在这 对 STYZ那一波EV3 其实就是连续两刀 是的 除了七个好像七个暴击一共 对 所以那个真的是暴击整个世界 这两个人都有位移 跑起来很快 现在正面的话就是看 谁抓机会 是的 但一滴机又是拿大王Buff的 嗯 谁是最强上单的投票 大家可以登陆到这个官方论坛 这一把其实奥莲娜数据很好 但刚才几波团阵他大招拉的都不是很好 以他这个装备大招如果随便拉到两到三个人的话 几波团阵都可以说是碎乎拉朽的 这投票真的是 维人士表TDE 按照我的感觉 TDE 就是一个 诶你说 插声 你才想是 你才是维人士表的形象是吧 维人士表 Joker是有点像维人士表的形象 最主要年纪到了 娃娃是像那种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 就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对 我是教数学的体育老师 现在两边感觉打不起了 因为两边都有点虚 一滴机觉得 你拿了大龙巴佛 我打团不是很好打 主要一滴机这个阵容 他推不了塔 他只能在外面找机会 我等你打 等你打 我抓到机会 后来一波打死你 PE是有机会去打的时候 他不推 所以我熬到现在 他已经觉得发现 一滴机麻烦 一滴机现在是 我等你再打一条大龙 我跟你说教练 对PE这个战略的层面 是抱有很大的一个诟命 他们有优势的时候 到底在干嘛 老是在大龙那里纠缠 这个大龙真的没有机会 其实这个就是 明明可以利用发条 在塔下 打又是 打得很莫名 可能是他们就 对吧 他们本身打的 好像也没什么 就固定指挥的 就没什么章法的 对就没章法 乱拳打死老师傅 有没有 这边又是做了灵魂 哇纳美这个刷的能力 真的是强啊 可是我觉得 如果说剧情跟上一句 完全一样的话 就是一会儿 这个家伙被秒了 不太好事了 但他这次 他老鼠可以先隐身先不出来 我先潜伏一会儿 潜伏 但美这个 补兴性能力真的是强 他现在是六神钟 等会儿这个凌风又会被卖掉 然后换成一个 换成一个速度架 他上一把是把水银卖掉 把水银卖掉 这一把的话 他应该不会卖的 因为这把如果卖了 你出了就没鞋的 移速是不够的 有点意思 他有个红叉的 移速还行 但你红叉要叠这个 要凌风才行 你要不叠凌风的话 一个红叉移速不行 他没鞋的呀 他还有Q的 反正就是有点意思 就你这个等会儿 我告诉你 凌风一卖 对吧 这边YCC过来就粘着你 你怎么办 怎么办 这感觉一波团 就上一把是一波团 纳美被打死 直接一波击击 没踢到 开不起团 两边都有点开不起团 而且纳美现在没有女 什么也没有 一旦被对方先手发现的话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 女毯一个大招 砸在 砸在她脸上的那种景象 诺言嘲讽 诺言嘲讽怪 这边说诺言 你不得拉住对面的迪坦 好了好了 拉仇恨是吗 我拉他 我拉住了 仇恨很稳 放心 他有个幽梦可以加速 对 就拼了 然后就拼了 现在真的在野区做做视野 抓一个人就 直接破两路 破三路 或者直接一波了 都有可能 而且P很尴尬 装备没优势 也不敢推上高地 对 P现在就觉得 而且妖姬这个装备 现在是他高地 守兵守不住 他可以跳过来一套 是的 每一个人都要小心 在这一分半之内 估计什么都不会发生 对 然后大家还是 下一只大龙 然后P又去打 P又是先手 然后又被对面抓 哎呦 这里龙女 还好这个龙 问题不是很大 老鼠现在420几个兵器 老鼠说实话 这个装备 很有可能拿5杀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 你算时间有点紧 有时候你直接就开始下一番 会不会打到下一番开始 两场比赛真的都是时间非常久了 现在时间 已经快到了 本来好像说我们今天中间要打无尽武力的 他们说没有了 没有没有 但本来中间我们要吃饭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没有饭吃了 饭也没有 你还别说这场比赛打得有点意思 就非常扣人新鲜 我们很难看到 我不知道结局到底会怎么样 对 BO2比赛里面能够打两场这么长的 还真的是少心 两场都是让人觉得很紧张 就让我们感觉就是 EDG这种高中生 可能被这种初中生拿下一分以后 就那种火气就冒起来了 第二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感觉P已经是要 马上就赢了 对就感觉这场比赛难道20多分钟 就要被打掉了那种感觉 你想一下就之前那个比赛吧 就EP打IG 第一场EP赢了 第二场 还给掉了 20分钟直接 就是IG就直接怒了那种感觉 这一场 这个位置挺有点危险 你还敢猜 来打招 老鼠被减速了 还好 但是留牛头好像没什么用啊 打招拉着三个 拉着三个 这边龙女一个人打老鼠打不动 但是老鼠已经没有输出环境了 老鼠一波 哇 全场 看 快跑 妖极过来又秒寡妇 哎呀 没秒掉 依弗林琪还蛮肉的 这边coro有点危险啊 龙女继续追 有没有机会 对还抓个欲比较肉 但是好像还是很难跑 B出了闪现 这边卢西安是满状态啊 对 LFC这里一个W 还好闪现过去 硬追 龙女 鳄鱼晕一下 但打不过他 不算了 这个龙女太弱了 打鲁卡的愤怒 哇 喷死了对面 这里拆个打算了 这又是妖极拆打了 通过他 妖极拆打 偷打成功 那看B这边有没有机会 直接强行拆高低 打大龙吧 什么 还真要打大龙 虾子复活了 你真的打大龙 虾子可是活了 虾子就没死 刚才没死没死 极限W到老鼠身上 哎呀呀呀呀呀 龙女要被秒 他打大龙多好 他打大龙多好 对不对 他这波也没转什么 也没转什么 一换二而已 然后你现在这里上单没了 EDG这里是打算怎么打 两边都没有上单 其实还好 因为那边上单复活时间 就早二十秒 哇这里拉着 空大了又空大了 完了完了 空大了就直接想开团了 但是这里 长长差点 长长死没死 差一点就一下 天哪 但是把牌还在追啊 要追死了 那这里看 看娜梅 还好有隐身 还好娜梅逃的方向比较猥琐 是的 吸点血 鲜血 鲜血 纳梅就像有点高 吸回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 有兵线 要拆高低了 赶紧回家 罗芬兰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但是达奇这个身板太脆弱了 已经快死了 达奇只能回家 那这边的话双C位 可能会被老鼠偷死哦 这边哦 这里配合双C位的夹击 有没有机会 要看卷毛 这里看卷毛 加速 看老鼠的看老鼠 运起来一个老鼠 要被秒了 卢虾被秒 YCC这里有点危险 哇这个老鼠的伤害太恐怖了 还连住了 连住了 完了 这波 这是要一波了吗 不好说 不好说 双杀 这波破中路是余定的 但是一波的话还很难讲 看一下龙女应该活了 龙女活了 但是只有龙女跟辅助好像很难啊 但龙女死了可能就一波了 这边都五六十秒的时间复活啊 这波有点难 说实话有点难 一波也不好说 看一看看他们怎么打 关键这两个人不具备秒杀能力 这两个人手也不太好守 这手也不好守 高地这里看下有没有机会了 DG大概也不敢 上去小心 为什么不敢 这边还有三四十秒复活呢 这为什么不敢啊 肯定要拆啊 这已经四十多秒了 而且我这里是有秒杀能力的 看下有没有机会 直接开大应来了 这是肯定想要一波的 这我直接点塔了 龙女在上了 杀不掉人一个大招定住三个人 龙女上 但是老鼠要被他打 老鼠刚才被他打了一下 没有死 龙女 这两个人老鼠有点难了 要一波 龙女被顶飞了这一下 卷毛很漂亮 哇 卷毛刚才这一下撞走龙女太漂亮了 对 要不然纳美被秒的话肯定是一波不了了 这边 可能时间真的差不多 对 恭喜DG 走下一个